作词山空 更别让他们太接近我那个宝贝孙女 我会注意的 老夫人 您最喜欢的那个兰花开了 我现在陪您去赏花去 好 大龙 见了老夫人 怎么不请安呢 老夫人好 蝙蝠 把咱们边家的礼节规矩 都告诉他们 免得人家背后说我们蝙蝠的下人 不懂礼教 是 老夫人 好 你干什么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这也浇水啊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 你 你还敢拎嘴 住手 这怎么教他们的 不嘴打我弟弟 你要打打我 还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的 你们这两个孩子 这是台湾运过来的名贵品种 蝴蝶兰 半个月才浇一次水啊 浇多了 花会凋谢 根都会烂掉了 你们闯了那么大的祸 还不快向老夫人赔罪啊 我不会接受你们道歉的 老夫人您请息怒 我弟弟年纪小不懂事 他哪里惹恼了你 尽管来罚我 可是我求你 无论如何饶了我弟弟 好一个手足秦深哪 好 我满足你 不过 我要你打你的哥哥 直到我满意为止 我凭什么没有听你的 打龙哥 他就没有做错什么 我干嘛要打他 就凭我是这儿的主人 凭你们做错了事 就要受到惩罚 你听我 你听话 动手打我 可是大龙哥 我叫你动手打我 快 用力地打听到没有 大龙哥 我不忍心 虎子乖 听话 如果你还帮我当成哥哥 就用力地打 龙哥 我叫你打 要不然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弟弟 好 你别扔气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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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性伤心 我我打 你打 不用力地打 打 我打 你打 我打 你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都交给你 我想找人陪你读书写字啊 奶奶 孟夫人 那奶奶可以给你找最好的老师到家里来呀 别扶 你是怎么教下人的 一个长工可以随随便便地进书房 打扰大小姐读书写字吗 孟夫人 对不起 奶奶 你不要说我哥是下人 是我叫他进来陪我写字的 怪孩子 奶奶告诉你多少遍了 你现在是边家的大小姐 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要记住 你现在的名字叫边小军 我不管你给我取什么名字 我永远叫妞 她永远是我哥哥 老夫人 您别管我妹 不是 您别管孙小姐 事我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回来了 站住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犯了我们边家的规矩 若不给你点教训 你怎么能记住 什么叫尊卑有别 你别罚我哥 你要罚就罚我 是我在他进来陪我写字的 别说了 蝙蝠 带大小姐回房 你不要罚我哥 我求求你别罚我哥 老夫人 别跟孩子过不去了 我看算了吧 连你也不听话了 蝙蝠不敢 不要 奶奶 你不能罚我哥 我哥没有罚错 帅小姐 快走吧 你再不走 老夫人罚他就罚得更重了 奶奶 你不能罚我哥 我哥哥不就没有错 你不能罚他 奶奶 别怕 我不会打你的 你很喜欢写字是吗 大声回答 是 我是喜欢写字 这桌上 有一本康熙字典 你从头到尾 抄一遍 抄一遍 什么时候抄完了 才让你吃饭 听清楚没有 这本字典这么厚 什么时候再能抄完呀 我问你 你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你听清楚了 你从头上 都在干净 到尾 帅穆 还没有 用 如果 我 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情书?我不懂 你不懂,没关系的 只要听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写一句就是咯 可是我这份字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插完啊 你连这条小毛都不要帮,你还讲不讲情义? 你要再不帮我写情书,我就把你写好的字都撕了 爷爷,别再撕了,爷爷,别再撕了 爷爷,我来帮你写,你要写什么啊? 你帮我写了 那你可要听好了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遇见了你 你那淡淡的微笑,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中 我都念了一遍了,你怎么一个字都没写呢? 爷爷,你说的每一句我都不懂,我怎么写啊? 算了,算了,算了,你也太没文化了 我自己写 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怎么会写得出动人的情书呢? 我现在三个背影 打得胀 公园 光写信不能表达我的诚意哦 我得送份理财诚 可是 我该送什么东西好呢 老张 清水 你们俩都在 可真好 有件事啊 还非得请你们俩 帮忙不可 你们先听听 听我说吧 我放下 我放下 爷爷 我和大龙哥 正在劈柴呢 你就别来害我们了 要是我没劈完 准会被挨骂的 你到别处玩去啊 老张 这话你可说得有点离谱了 亏我们家阿德和你 从小都是穿开裆裤长大的哦 我不过是 想请你帮个小忙吗 你倒端气 你架子来了 啊 好吧好吧 爷爷 那你说什么事 说快点啊 事件是这样的 最近呢 我 我谈恋爱了 想送份礼物 给我的初恋情人 可又不知道 该送什么东西好 所以啊 请你啊 哪个主意 帮帮忙 帮帮忙 这我还真帮不了你 这你得去问女人啊 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嘛 只有女人才知道送女人什么礼物 我女人会高兴啊 对呀 你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呢 这件事 是得问个女人 闻闻意见的 问你两个臭男人 管什么用啊 嗯 嘿嘿嘿 娘 娘啊 爹 娘 你一定要给孩儿做主啊 孩儿的终身幸福 全指着您了 娘 爹 你怎么回事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我们母子情深 说话就不用管儿抹角的喽 事情是这样的 我知道阿花最紧张 暗恋我 喜欢我 嗯 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我想干脆送她一份定情礼物 让她趁早嫁给我 嗯 好给您天的 大爸 孙子 嘿嘿嘿 爹 我真的没听到你在说什么 你说阿花喜欢你 阿花是谁啊 这你就甭管了 只要你告诉我 送什么礼物给女孩子 女孩子就被我哄得开开心心的 开开心心的 嗯 让我想想啊 你干嘛想那么久啊 你也是女人吗 应该最了解女人的吗 那去送花吧 大多数女人都喜欢花的 对啊 送花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这住出去找花 羞羞羞羞 奶奶爱你 谁 宝贝啊 有没有听说爷爷看上 憋恶哪个丫鬟啊 不管爷爷看上是多心 只要别看上那个老夫人 就行呀 别瞎说 老夫人听着会不高兴的 来 快去帮娘洗菜做饭 不能耽误老夫人吃饭的时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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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花 啊 我上哪儿去 找一朵 又大 又漂亮的 叫小辣椒乔姐 就会 爱上我的花呢 好美的 一朵花哟 真没想到 没看出来这菜做的还真不错啊 你看这色香味俱全呐 编管家 您给我讲了 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我以后一定会改进的 你要改进的地方还多着呢 你现在做的只是一些寻常人家的粗菜 还上不了我们大宅们的桌面 是 老夫人 以后我会多学着点 奶奶 你别这么挑剔嘛 我觉得这些菜很好吃啊 我从小最爱吃娘做的这些菜了 那是从前 你现在贵为小姐 怎么老拿这种东西来委屈你啊 老夫人 吃饭的时候 最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这样胃口比较好 来来来 我给您家一块儿您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您尝尝 菜这么多 娘 你也上来吃吗 宝妹 去把爷爷和哥哥们都叫来 大家一块儿吃饭 好 晚上去 你给我站住 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是谁说的 下人能和主子在同桌吃饭的 奶奶 你不要再说我娘是下人了 如果我娘是下人 那我是我娘生的 我就下人 谁教你老那么跟我顶嘴啊 你看我把你疼得是肉 如果你对我 人家都会平均 你给你恶意 你就不要再说我 我估计你 我估计你 我还不拍太多 你哪儿 拍开 你 你的 证点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怪你啊 出的什么馊主意 愣要让那个沈秀娥进我们边家的大门 现在可好 这小君的心是一直想着她 我对她再好也是白费 老夫人 孙小姐 她只是一个孩子 得慢慢哄啊 我想时间一长 她肯定能明白您对她的苦心 这件事急是急不来的 那还要等多久啊 我这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了 还有多少时间 这个事啊 我比谁都急 老夫人 您说 您比谁都急的是 是指 这边家家大业大 我真担心哪一天我两腿一伸 这边家的祖业就后继无人啊 我打算把名下的财产 都全部过去给小君 老夫人 这件事万万不可呀 边家的祖产 李银游少爷来继承 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外人呢 这样边家的列祖列宗 就是在九泉之下也难明目啊 你以为我愿意愧对祖宗啊 那个逆子 十年都不回家 当年离家的时候 就扬言和我老死不相往来 你说 我能指望他回来继承这边家的祖业 与其让庄严荒芜 还不如交给一个我信任的人好好打理 这样他日皇前路上 我对祖宗也好有个交代 可是老夫人 我心已决 你尽快地替我找一个可靠的律师 帮我办头此事 我要立下遗嘱 把名下所有的财产让小君继承 老夫人 这件事您还得三思啊 怎么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你这个下人多出意见呢 蝙蝠不敢 既然老夫人决意如此 蝙蝠只有照办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人 是我 不好意思 吓着你了吧 你鬼鬼祟祟的 在我后面干什么 阿花 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的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和我玩 做蜜藏吗 我不叫阿花 我也从来不认识你 这个神经病 你给我出去 不对啊 阿花 你以前都叫我呆头鹅的 今天怎么叫我神经病了呢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呆头鹅的 你比较亲切 你给我滚出去 听见没有 不对啊 我的名字不叫滚出去吗 再不滚出去 我可叫人了啊 你别 你先别着急啊 我 谢给你一封信 待会儿没人的时候 你慢慢地看我 对了 我要送你一份礼物给您呢 谁要你的礼物 你快出去吧 你先别急 等你看了我的礼物 你就一定会大吃一惊 什么 你看这朵花 你喜不喜欢哦 这是我儿子 从台湾运来的蝴蝶兰 我不是早说过吗 你看到我的礼物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你摘了我心爱的兰花 绝饶不了你 走 别着我走走走 走走 别 快点啊 走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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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摘了你最心爱的兰花 你怎么还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你给我住口 奶奶 我爷爷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要在他跪着 如果他哪里惹您生气了 我替他向您赔罪 这不关你的事 这次谁求情都没用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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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你这么急的把我们找来 是不是我爹他又找过了 你看看 你这个傻子干的什么事 这 这是 这是我儿子当年游离台湾 专程运回来的蝴蝶兰 我苦心栽培了十年 好容易开了花 结果 结果让他给摘了 老夫人 这事怪我不好 是我没把我爹看紧 才让他犯了大错的 你要罚就罚我好了 别为难我爹 奶奶 是谁的责任 谁的错 就由谁来承担 老夫人 要是按您这么说的话 要罚 您就罚我好了 因为 是我没有看过好花房 老夫人 整个花园都是我照顾的 兰花被摘了 是我没尽到责任 错在于我 你就管罚我吧 你千万不要为难我爷爷 和我弟弟啊 好了 都别吵了 老夫人 不管是我爹偷摘了您兰花 还是孩子们没有把花园看好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把他们交好 你要怎么罚我都可以 我都心甘情愿 你真愿意替他们受罚 是 我来替他们受罚 娘 娘 你怎么不可以啊 不关你的事 让她来罚我吧 娘 是我没照顾好 娘 你罚我吧 不能罚你啊 全天下的母亲都一样 就算自己的孩子 犯了滔天大错 她也不忍心 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别人处罚了 既然自己代替孩子 被人打 被人骂了 奶奶 求你饶了我娘吧 我爷爷早已经傻了 他做错了什么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次真的不关我娘的事啊 是 是 老公 求你了 求你饶了爷爷吧 老公 求你饶了爷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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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好了 你们不要再求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秀娥 既然错不在你那儿 我也没有理由为难你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奶奶 但是这个傻子 若不严加诚挚 是 只怕今后还会闹出更大的祸事来 小辣椒 蝙蝠 立刻派人把他灌进库房 严加关阵 老夫人 是 有 爷爷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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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说你了 你给他去 是 走 爷爷 老夫人 小辣椒救我 走 过去吧 老家伙 老夫 爹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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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管我呀 别管家 求求你 爸爸慈悲放了我爹吧 他年纪大了 你经不起折腾的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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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叔 求求你了 大嫂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老夫人正在气头上 要是我现在放了他 不仅要连累到我 说不定啊 还会牵涂到你们头上的 不仅要连累到我 可是 我爹他 好了 等过段日子 老夫人气消了 我再去求求他 放了你们家老爷子 就这样吧 我再来后 你再来 我亏 我亏 你 你 我亏 你 你 我亏 我亏 你 那 你 我亏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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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羡慕了 十年了 娘老了 真不是今生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真想再替你叫我一声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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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 坦白天你就把自己喝成这样 你快点上床休息 你来 上床休息 你别拉我 你喝的这个样子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 好了 赶紧清醒 睡一觉 起来我还找事 又商量 你不要管我 你走开 更不要对我好 只要对我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 我是个混蛋 该死的混蛋 行行 来 上楼休息 你根本不相信我 对不对 不信 你根本就没有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对不对 我相信 我相信 我跟你说 你现在上床睡觉 我就相信你 慢点 慢点 相信我了 我相信 相信 说的 我说不说 真的相信我 真的相信 你骗人 睡睡睡觉 我对不起所有对我好的人 阿德 嫂子 还有清水哥跟春桃 我说 钱不是个东西 我更不是个东西 我是个海人精 我是个海人精 我欠太多人了 我真的想死了算 可是我实在不甘心放过阿彪那个混蛋 他才是个吃人不透骨头的杂碎 我恨不得能一把火把他给烧死 我要跟他同归余计 就算我要死 我也要拉他当垫背 只要能干了阿彪 只要能干了阿彪 黑的呀 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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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呀 你来呀 你干嘛呀 金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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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金属哥 有什么好啊 好好说啊 不关你们的事 我找阿彪 金属哥 你手里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放下 我说了不关你们的事 我找阿彪 金属哥 你想干嘛 你们都走开 你带我去找阿彪 好 你冷静点 不要 冷静点 不要 走啊 来 我敬你一杯 做好了 拿上炸药 你让这炸等个厂子 我当是谁吃的雄心豹子的 敢炸我的厂子 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是咱们俩的事 你让他们都走开 彪哥 干嘛这么大火气的 来 陪我喝一杯 阿彪 我今天来 不是来找你喝酒的 我来求你 求你把那宅子还给秀娥他们 清水哥 你我都是生意人 我来不喝酒 我来不喝酒 给你我 我来不喝酒 我来不喝酒